哈佛家训,贝利永远不抽烟 被人们称为黑珍珠的巴西足球运动员贝利 自幼酷爱足球运动 并很早就显示出超人的才华 有一次,小贝利参加了一场激烈的足球赛 累得喘不过气来 休息时,他向同伴要了一支烟 得意地吸起来 嘴里还吐出一缕缕淡淡的烟雾 小贝利有点陶醉了 似乎刚刚的疲劳也顿时烟消云散 这一切全被父亲看见了 父亲的眉头皱起了一个疙瘩 晚上回家 父亲没有问他今天球打得如何 而是首先问道 你今天抽烟了,是吗? 抽了 小贝利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 红着脸低下头 准备接受父亲的训斥 但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 在屋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半天 才平静下来 才平静下来对小贝利说 孩子,你踢球有几分天资 也许将来会很有出息 可是,你现在却抽烟了 抽烟会换身体 使你比赢身体 使你比赛时发挥不出应有的水平 你会因此而毁掉前程 小贝利的头更低了 父亲又语重心长地说 作为父亲 我有责任教育你 向好的方向发展 也有责任制止你的不良行为 但是,是向好的方向努力 还是向坏的方向发展 最后,做决定的人 是你自己 我只想问问你 你是愿意抽烟呢? 还是愿意做个有出息的求援呢? 孩子,你该懂事了 自己选择吧 父亲从口袋里 掏出一叠钞票 递给贝利 继续说 如果你不愿意做一个 有出息的运动员 执意要抽烟的话 这点钱 就作为你买烟的经费吧 父亲说完 便走了出去 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 仔细回味着父亲恳切的话语 贝利哭了 他哭得很伤心 过了好久 才止住抽气 他猛然醒悟了 拿着钞票 跑出去 还给父亲 并坚决地说 爸爸 我向您发誓 再也不抽烟了 我一定要当个 有出息的运动员 从此以后 贝利再也没有抽过一次银 他刻苦训练 球艺 飞速提高 15岁 参加桑托斯职业足球队 16岁 进入巴西国家队 并为巴西队 永远占有女神杯 立下奇功 如今 贝利已经成为 拥有众多企业的富翁 但他仍然不抽烟 而且他保证 永远都不抽烟 法国启蒙思想家 圣西门 少年时 经常为早晨起床而烦恼 因为温暖的被窝 实在太诱人了 为了激励自己 他让仆人每天一大早来到床前 大声向他喊 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 在这句话的感召下 圣西门改掉了睡懒觉的毛病 成为著名的学者 和伟大的思想家 能控制自己的人 才能控制命运 贝利和圣西门 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们书友会 希望用15年时间 带动一亿人读书 改变思维 思考致富 和一千个家庭 共同实现财务自由 快来加入我们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吗